看到年久失修 腐蚀损坏的海岸平台加固整修完成 基隆市议员张炳军 海星游泳协会人员 以及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秘书等人都很开心 由于中山区外幕山海岸平台年久失修 腐蚀损坏程度相当严重 影响到永克进出到海边游泳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张炳军特地联手立委蔡适应一起争取 由北关处负责加固整修完成 那因为秉均这边受到我们海星游泳协会 还有我们很多的游客游客在反映 我们海星平台其实它的首幅栏杆断裂 还有支撑架器腐蚀 那其实这造成我们这边游客来到海星游泳池游泳的时候 他们的安全其实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 那其实我们也多次的协调 然后也希望所属单位可以尽快把这个平台修复完成 当然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感谢我们蔡世英立委 它来协调北关处 那也在今年的时候 顺利的把它整个首幅栏杆 还有支撑架都把它修复完成 然后并作为补墙的动作 那现在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客跟游客 来到我们海星平台 海星游泳池这边游泳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非常安全下海去游泳 然后来欣赏我们基隆的海景 也非常感谢北关在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紧急的一个修缮服务 那后续的保养跟维护的话 委员这边跟秉均这边会持续的下去做关怀 然后呢一有经费之后会马上来做修缮补墙的一个动作 对于张炳君议员和蔡适应立委的努力 积极维护玩水民众和游客的安全 当地海星游泳协会也非常肯定和感谢 今天是这样的担担了 我们是大家会养务的欢迎 但是我们让张艺祖的伙子都吃照顾这家 今天又来由这个委员来鼎力相助 所以我们很感谢他们 张炳君也特别感谢海星游泳协会人员 平日协助维护游客的安全 以及周边海域环境的付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